溥仪的御用麻将价值两亿最终归还 1924年冯玉祥攻占紫禁城 溥仪下的两腿之哆嗦 却冒死也要带走自己心爱的宝贝五彩螺电牌 溥仪爱做麻将 他当皇帝时就命内务府 手工雕刻了一副五彩螺电牌 圣旨一下十来个工匠忙得四脚朝天 搜罗上等的黑檀幕 设计图纸画了十来天 溥仪要求每颗麻将牌上都雕刻一模一样的梅花图 一副麻将牌一百来颗 工匠们足足做出了一千颗 才授齐了丝毫不差的整副麻将牌 被赶出皇宫后 这副麻将牌陪着溥仪流亡了二十年 是他落魄时唯一的乐趣 1945年日本投降 五彩螺电牌流落到日本商人 野口公一郎的手里 野口十分欣赏麻将的工艺 就把他带回日本 重金打造麻将博物馆 把他当成国宝供着 六十年过去了 中国超越了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野口先生临宗前 也终于把中国的国宝还回来 专家估计这副麻将牌价值两亿 溥仪一生唯一赌对的 或许也就是这个宝贝的价值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